好的各位觀眾們大家好 我是XBB 好又回到我們XBB部落戰教學 好在這個系列裡面呢 我們的主旨呢 就是讓各位觀眾呢 可以很快的 呃有效率的看完影片之後呢 馬上提升自己部落戰的成績 那尤其是面對大師到冠軍2 這樣等級的對手 好那我們不去想說 啊我一定要進步到多少 去打贏世界上最頂尖的那些玩家 我們想辦法打贏目前最常遇到的 大師到冠軍2的這樣子的對手 我們在前幾期 第一集我講過了理論了 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那你應該怎麼樣學習 好那接下來呢 我放了幾次的冠軍2的回放 然後做案例檢討 來跟大家分享 好那回應呢也都還不錯 我們今天遇到的對手呢 是大師2 好那這個呢 就比上次冠軍2的陣型呢 還要再變得更有漏洞了 然後呢你要鑽起來呢 也更 我覺得這個也是要學習 就是上次冠軍2的漏洞 那有些大大有提問說 這些漏洞呢 他找不太到 他不太好 他不太容易判斷這些是不是漏洞 好那其實還有一些對手 比如說大師2 今天的對手呢 就他非常非常明顯的就是漏洞 那我們來想辦法來突破這些漏洞 那我也先統一回復一下 之前幾集大家問的問題 第一個 我這個磚洞洞的打法 第一本可不可以打 可以 但是因為我自己只有15本 那閃震在每一個本數的 面對每一個塔等級的CP值呢 其實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給你看實力 但是是可以的 你只要如果你清楚理論 你第一集多看一下 你清楚理論 那你自己把它套用到 你自己現在目前的本數是OK的 第二個呢 有大家就問說 那怎麼樣CP值才算高 怎麼樣CP值是好的 老實說這個就很難的 就是我會大概跟你講說 可以怎樣去算 就是你大概應該是 我說目前你的判斷 應該是在哪樣程度 你至少知道的是 這個CP值是高的跟低的 這個應該至少要看得出來 如果說你連CP值高或低 都看不出來的話 那你就多打一點閃震 你就應該會慢慢的有感覺了 但是高到多高 低到多低 值不值得 那這個就很多需要 實際案例的分享 那其實就只能一 多看影片 看一下其他的人在打 然後我這個系列 也全部都會盡量分享給你看 那我平常 不只是這個系列的 所有的影片裡面 也都有在講說 這個閃震的CP值好不好 等等的 這些你就必須要用很多的經驗來判斷 才能夠去增強到 你可以判斷出來 這個CP值是高到什麼樣的程度 低到什麼樣的程度 這就需要經驗 好很快的幫同學複習一下 就是我這個漏洞式打法 基本上就是 第一個你優先去選擇陣型 去選擇有漏洞的陣型 然後優先去選擇那些 可以攻擊漏洞的打法 然後最後面剩下來 你再去把你的打法給補齊 也就是說 我並不是決定好說 我今天要打雷龍 我今天就選雷龍可以打的陣 這樣子的打法是OK的 可是面對這種 明明就是有很多漏洞的對手 你其實 miss 掉了很多機會 所以我建議的打法是 當然第一個你必須要本身是多元打者 就是你要很多 你會很多打法 然後你要會這些小技巧 那這我有講過這些小技巧 必須要自己去花一點點時間練習 那你找到這些有漏洞的東西之後 你用這些漏洞的小技巧 然後再用其他的合理的去補滿你的打法 我們今天就會來示範一次 好我們很快的來看一下 今天來進攻的這個陣 首先這個陣型點進去之後 你應該要第一個就是我現在講的 就是找漏洞嘛對不對 好首先找到幾個漏洞 第一個大本這一塊是有漏洞的 一個它牆壁是完全封閉的 可以非常容易的去選擇你炸彈人的位置 好很多人很多人一直在問說 為什麼有些牆壁它不封起來 這個封起來的問題就是在於 攻擊者可以完全的決定 他炸彈人想炸哪個位置 那在這一場就特別特別的明顯 好那再來是這個大本旁邊 它應該要有一些支援罐來做保護 因為現在超哥偷本還是一招 就是不算很少見的招式 所以你還是需要去想一下的 它放了兩個支援罐在這個位置 但是這個位置不保護大本 從十二點這個方向來偷 也就是你看它紅色的這兩區 是有支援罐的 可是我的超哥可以從這邊這樣進來 我的超哥為什麼可以直接從十二點進來 我完全確定 因為它的牆壁是封閉的 所以這都是息息相關的 它的牆壁是封閉的 我的炸彈人如果從十二點放 那它會怎麼炸 炸十二點嗎 那它炸十二點的話 那這個就是直接就這樣進來 那你說如果說牆壁不是封閉的話 就會有影響嗎 對 當然牆壁不是封閉的話 十二點也是有洞 那就直接進去了 對 沒錯 但是我要講的是 譬如說它牆壁 假設它假設我現在箭頭指的這個點 是有洞的 箭頭指的這個點是有洞的 然後它整個牆壁再短一點點的話 你這邊放炸彈人 它真的會走十二點嗎 欸 不一定吧 對不對 好 那你就 你開始要思考這個東西 就是它牆壁如果過短 然後中間是有洞的 那那個炸彈人 就不一定會直接走它 你想炸的那個位置了 那這個時候你就不是很確定 你能不能炸 但是因為這是封閉的 我非常非常確定 這個炸彈人放十二點就炸十二點 那旁邊這兩個支援罐 好像有保護大本 但是卻沒保護到十二本 十二點 所以我十二點 可以用非常非常少量的 超級哥布林 去把大本給偷掉 那這就是一個 欸 這個 好 我們現在已經拿到了 一個這個陣型的優勢了 那我們再繼續找 這個中間呢 有一個 這個中間呢 有一塊是可以閃正的CP值 閃正CP值 因為有人問我還是要講一下 我覺得一個Export 加上一個投石機 一個火塔 這種選二基本上 CP值就是OK Export 火塔 投石機 巨石杯 選二就是OK 再加任何一個東西 就是好這樣子 好 所以呢 巨石當然也是比Export好 所以呢 這個巨石加火塔加上狂暴塔 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個CP值很高的 就算是還不錯 而且接下來還要考慮一個東西 就是閃正閃完之後啊 這個區塊到底有沒有什麼東西 會留下來 我們再把這個圈圈給移 我們看一下中間這一塊 如果閃正閃完之後 這個區塊沒有任何東西的話 我不只閃正成功了 我還省了一個法術 你們可以想想是什麼 跳跳嘛 因為我就不需要去裡面了嘛 我是不是省了一個跳跳的法術 對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你要把這個一起考慮進去 這個閃正除了本身打掉這個東西之外 它如果還有斷邊的功能 它如果還有這個可以讓你省去 進去那裡面的風險等等等等的 這些都是額外的CP值 好 那光是拿到這兩個CP值 我覺得就有蠻多的流派都值得打的 基本上這個正行的優勢 然後接下來就是慢慢的去把你的打法給補滿就好了 那你可以用很多打法 譬如說你這兩個都拿到之後 你就可以這樣 譬如說三王 三王是從這邊進來啊 從這個地方進來 然後處理援軍 中間也沒東西的嘛 打完之後 這個東西打完之後 他就往這邊走 然後呢 狗球或豬從這邊進來 如果你是打狗球的玩家 這就是一 一選項一 二你覺得其實那個我自己都拿到 我就直接用一些什麼龍的打法 可不可以 可以了 你當然也可以選擇用龍的打法 直接這樣打 那這個三個防空火箭都在下面 所以你下面如果無敵壓得好的話 就還不錯這樣子 但是如果用龍的打法的話 這邊吹風機加上狂暴塔 加上兩隻英雄在這邊 這個中間的這個火力還是要去評估一下的 那也要評估一下你自己打龍打順不順手 如果你說你要打天女礦珠 就是散陣的天女礦珠打法 可不可以 其實可以 也是一樣 那你的男女王的走位進來 大家會從這邊走 剛好處理援軍嘛 然後你這邊東西中間是沒有的 所以打完之後 剛好就一起匯合往這邊走 然後這個礦珠 可能就從下面天女火炮這邊進來 這些都是非常非常合理的打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怎麼選擇的 我要講的就是 這集就是這個陣型 因為他漏洞實在太大了 所以其實後面基本上怎麼配都可以 那我就是隨便配了一個 我覺得順手的打法 女巫神 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這一場就是在秀 就是在滑 其實事實上沒有 就是第一個 我其實就是 佔了便宜之後 然後我後面選了一些很合理的打法 我來跟你講為什麼合理 這個陣型 在中間這一塊沒有之後 大本這邊基本上 本來就只有大本 援軍他在跑出來 所以我們要考慮一下 超級哥布林把援軍給引出來之後 他會怎麼樣的去處理 抱歉我突然想到了 這場我超級蠢的 因為對手太弱了 其實我沒有很專心 這個對手這場 這一個沒有買援軍 我並沒有發現 我當時還帶了毒 那這是我的失誤 但是就是 打破了戰 有時候放的真的太鬆了 沒有檢查到這個細節這樣子 但我當時是以為他有援軍的 然後所以呢 我就是想說 援軍可以 要一個比較方便的處理方式 好 那接下來是我們其他東西 是怎麼樣弄比較好呢 其他東西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其實他的商務王 全部都在偏下方的位置 所以我第一個想到 就是你可以讓你的無敵 壓一個殺手 可以很快的把對方的王都給殺掉 第二個是 其實這一邊 我後面這一塊 因為不用跳跳了 所以我這邊呢 可以直接就是 這邊如果能夠破牆的話 那我就等於是這個區塊 中間的狂暴塔王大雕 Expo兩隻全部都帶掉了 剩下來的這個啊 不管我的阻力去哪裡 我的神盾都可以把另外一邊給吃掉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陣就基本上算是還OK了 好所以呢 我今天是用選擇用女武神的打法 配兩個石頭扛住 可是我覺得這個 你只要前面的CP值有拿到的話 你這樣全部都打 你直接用那個 你直接 你直接用 拳框這樣子打 可不可以 我覺得是可以的 你直接用全部都是超級藍胖 全部都是 泰坦這樣打 可不可以 我覺得都是可以的 就是基本上就是 我把我的CP值拿到之後 後面用一個比較順手 比較合理的方式把它打掉就好 好 那重點就是這邊的 這邊因為有狂暴有王 這邊我希望在這邊壓一個無敵這樣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回放 我選到滾木車 因為當時我還以為說有援軍 那個滾木車 剛好從這個位置滾過去之後 可以把援軍剛好正面的毒到 然後滾掉 然後並且毒也會放到同一個位置 那這個是我自己的失誤 我這邊炸牆 就是我剛剛講的 炸牆一定會炸在12點 而且這兩個根本就不影響 我有一點點怕右邊這個會影響 所以我先把右邊這個給打掉 但事實上可能也不影響 好這些都是一些小細節 OK 然後這邊打掉之後 中間就準備閃震 中間我沒有直接閃震 好這我講一下為什麼 中間這個它的這個小屋都被兩邊修 我有點怕地震點歪 所以我打算等到滾木車 滾到這個巨石杯的時候 我在閃震 然後這也是我想的一個東西 但其實這些小小的細節 都是可以慢慢提高你三星率的 那你如果沒有想到這些細節 還是可以打 但是你可能會遇到一些額外的麻煩 所以確實細節是可以增加你的一些三星率的 但是主要今天要教的不是這個細節 好這個滾木車就這樣慢慢的滾過去 然後女武才還是把它分批放 因為我知道這個區塊是一定會有大炸的 希望可以先把大炸都給踩掉 那在這邊滾木 這個開的確實比我想像中的 還要久太多了 所以我的蠻王跑出去了 這邊就比較討厭一點的 那這個時候就要再靠臨場應變了 接下來這邊呢 因為我是殺手已經出來了 我殺手是想要面對跟無敵一起的 所以我這個殺手肯定這邊這個時間點 我還是把無敵給壓下去了 那滾木車既然滾到了這個巨石杯 就照我們剛剛原定計劃 把巨石杯給打掉 OK殺手把對方的英雄全部都給殺掉了 那男王雖然是歪了 但我這個跳跳就直接給蠻王 然後本來就想說他去哪裡就去哪裡了 那接下來呢 因為主力並沒有跟我原本想像的一樣 全部都往一邊集中 所以我的神盾也就變成跟蠻王一起走 這樣等下準備繞一圈回來 這樣子 好那可以看到後面其實就是時間的問題 繞一圈之後 這剩下來的兵力 基本上就是夠把整個陣給吃掉 那這個就是你看證的技巧 一開始就稍微看出來他的主要火力在哪裡 主要火力的話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幾個 就火塔、投石、巨石、Expo 那還有大本當然 那這些東西如果你分批把它拿掉之後 那後面的這個只要剩下來的基本上 你都可以打掉這樣 好那這個就算是一個看起來是花俏 但事實上其實就是 我要講的就是你前面只要能夠CP值拿到 你後面配什麼都可以三星的 基本上是這樣 好我們接下來來講的下一場是這個陣 那其實這個真的就是大十二 可能會出來的陣型 剛剛那個都已經算是 我覺得缺點蠻多的陣型 這個就真的是完全不應該在高級 對決中會出現的陣型 就絕對不會有這種陣 這個缺點太多太多了 但是還有很多玩家可能看到這個陣 還是不太清楚要怎麼打 所以這就是這個系列的影片的價值 就是OK我跟你講說 為什麼這種陣在高手對決裡面不會出現 他有太多的缺點 而你應該去針對這些缺點去打 不然的話你反而可能會 就是說你就用你的打法 比如說我覺得我想像中啦 天女打這個陣 可能就不是特別的好打 因為他其實有點擠 然後你天女要停很久 走位其實說真的 走進去之後也有一點點難分辨 因為他所有東西都黏在一起 是有一點點難分辨 那天女到底會怎麼走的 但是我覺得也不會到太難打 就是因為這陣缺點真的蠻多 但是你用天女 肯定不是一個高CP值的打法 那像這種比較擠的陣 散陣 飛船 超法飛船 超光飛船 這些都是非常有利可圖的打法 我們就來看一下 首先我注意到其實如果不是很強的部落 他們的陣型在十五本之後都有一些很明顯的 就是這個巨石碑的位置 你可以去觀察一下這巨石碑的位置 這巨石碑的位置有一點像是怎樣 就是我十四本了 我生十五本了 多了一個巨石碑放哪裡 啊學妹先放這邊吧 感覺就像這樣子 就是他完全沒去思考這巨石碑的用處 他應該放哪裡 就是他就是找一個地方把它放上去了 所以這巨石碑放的這個位置 就變得非常非常的蠢 然後這個位置很容易被打掉 然後CP值也不是特別的高 沒有受到保護 所以這個巨石碑也要去偷一下這樣 那我 我現在如果打超攻飛船 打個超攻飛船 如果我飛右邊就打不到巨石碑 飛左邊就會打到巨石碑 所以我當然會選擇這樣 飛左邊 其實就這麼簡單 這個防吹風機跟法術塔 也並沒有特別的講究 就是完全沒有在防超攻飛船 或超打飛船 就是感覺就是放著而已這樣 那甚至是我覺得這個陣 如果用雷龍打應該也很好打 因為他完全都是黏在一起 他也完全沒有去考慮說 雷龍的連鎖反應 連鎖閃電應該要怎麼樣去防 就完全沒有 感覺就是 說不定這個是十三本的陣 然後就是因為一直變搭 他牆壁就隨便亂擺 然後就直接這樣提提提 就這樣貼過來了 感覺像是這樣子的陣 我不太確定 所以你可以 我像剛剛就一口氣 就連續講了很多個打法 是可以打的 譬如說你應該找個方法 可以先把這個給打 譬如說飛船 雪怪就直接把這邊給打掉 飛船雪怪 如果加上鏡像 也可以把這邊打掉很多東西 好 然後閃陣也可以打 超攻飛船 超防飛船可以打 雷龍也可以打 所以像這種陣 就能夠打的方法 就變得很多很多 好 我選超攻飛船 超攻飛船主要第一個 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堵塔是沒有防的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 他這邊 你看他的一大本 如果說我 我這樣 他這個防空火箭 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肯定就至少會飛到這邊 你說能不能落在這個空格 其實不一定 但是我落到外面 光是超攻飛船 他還是可以把大本給打掉 因為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六 對要六格 所以我在外面 就可以把大本給打掉了 所以我也不用特別去飛到裡面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 其實就是這個東西 決定打法之後 後面其實說真的 就沒什麼好說的 你不要有太大的失誤就好了 而且我記得我這一場 因為這場聯賽已經開始 當時這個部落戰 只是為了解任務 我並沒有說特別的認真打 OK 我最後確定沒有飛進去 因為第一個有受到這個影響 我自己把它解體了 那我就在這邊就好了 就在這邊落地 然後呢 這邊 剛剛 炸彈人是有走過來這邊的 也沒有陷阱 你有看到嗎 剛剛有一個炸彈人走過來這邊 但是可能自己要去稍微注意一下 那代表這邊就是完全沒陷阱 那就直接在這邊警鐘 你說那這個超攻飛船技巧 要這樣子才能夠打掉這樣的陣嗎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你傻傻的 就直接原地鏡像 這個陣也會爆炸 就真的就是直接 就直接打就好了 不用想那麼多 那當然是你有的技巧 你當然是把它利用進去 但是你沒有的技巧 真的無所謂 就是我剛剛講 他因為他六格就在那邊 直接打就好了 不會有太多的影響 結果這個人的這個陣 是有援軍的 所以我當時沒有發現 另外一個沒援軍 結果我當天真的是 沒有花太多時間來 來研究這個部落戰 就是看到 這個可以這樣打 我就這樣打 這樣 沒有花太多時間 可是這也證明了 就是OK用我這個方法可以 你如果基本上是有一點實力的 你可以很輕鬆的在這種 普通對戰的部落戰裡面 很輕鬆的拿到你的三星律 OK那我這邊選擇了用泰坦去面對 對方的冰人跟狗 這樣子的話 我整體的時間會更省一點點 那這邊就直接順著三王 順著一起進去 到底是要順著走 這個逆著走 其實在我以前超法狗球裡面 我講過蠻多了 當然啊 這場打到這邊 我覺得順著走的逆著 逆著走都可以三星 OK那在講後面 其實基本上就沒有 沒有操作可言的 就是你就隨便把球給點出去 基本上就可以三星 好那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你現在可能看了這系列 你可能會遇到問題是 超BB說超公飛船 可是我不會超公飛船 那怎麼辦 我並不是要教你這個證的解法 不是說這個證只能超公飛 我是要教你去說 你要去如何去思考 希望大家可以看這系列之後 舉一反三 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去想想 為什麼這些陣型 在正式比賽 在高手的頂尖對決冠一裡面 看不到這些陣型 為什麼這些陣型你看不到 那為什麼在大師跟冠軍二 冠軍三裡面 都會有這種奇奇怪怪的陣型 那看不到在高手對決裡面 看不到是因為他們有缺點 這是很明顯的 因為其實 其實就是獎金這麼高 大家不可能會跟獎金過不去 如果他真的很好用 那大家就會用 那所以一定是他有缺點 那他有哪些缺點 那為什麼他有缺點 他還可以在這個大師級別存貨呢 為什麼大家不去把他換掉 那也許是因為他的對手 並沒有特別去針對這些陷阱去打 而沒針對他的這些缺陷去打的時候 這個陣其實缺點就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其實這個系列就是希望帶大家 去重新思考一下 你看陣 如果你只是想要戰勝中級別的話 就是中級別的話 其實你要做的事情是針對陣型 然後去找他的缺陷 然後去攻擊他這樣 好吧 希望他看了這個影片之後 能夠有一點感覺 然後能夠去自己的舉例反三 在自己的步驟裡面 找到自己的方式 去提升自己的三星率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其實我都非常非常歡迎 在我的discord那邊跟我提問 去來討論一下打法這樣走 但是我不希望做的事情是 直接教學 就是說他比這個陣怎麼打 我直接教你怎麼打 其實這個幫助真的太少 因為我你會的技巧 跟我會的技巧 其實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能夠舉一反三的例子 或者是你跟本數根本不一樣 現在有大大說他是12本 那看我的影片之後 他覺得非常非常有幫助 我覺得這樣很好 因為我的東西 雖然我不是12本 但是他看我的東西之後 他可以自己舉一反三 跑到他自己的這個本數裡面 他可以去想像一下 他在部落罩裡面 應該做什麼樣的利用 那我覺得這就是很棒的 這個方式這樣 好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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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